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怎么说 撞山不可怕 是 谁丑谁害怕 没错 你知道吗 说谁丑呢 说谁丑呢就你好看是不是 是不是就你好看 你这人怎么说风就飞 别拉着我哥 今天 这个上场的服装 大家有没有感觉很特别 师哥我发现了 这跟往期节目不一样 我感觉现在不是录综艺 有点回到那个 咱们的后台相声专场的意思 都是大褂吗 这个平时啊 这个听相声 看到我们就穿的是大褂 对 有一个优酷社区 说学逗上圈的网友啊 一直想看咱们 撩大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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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不太会撩 这很简单呀 随心而遇的你就撩 撩大褂 撩大褂 你撩我的干嘛呀 我不是说你自己嗝的 撩大褂嘛 是不是这个我撩的不太好看 哦 他要动下脚啊 你发现了 哦 哦 那咱们这样 咱稍微站开一点 咱们一块给大家撩个大褂好不好 好 好 既然大家爱看 我们就满足大家这个要求 哎 好不好 太好了 一 二 三 都这么正经的撩啊 你怎么撩啊 你怎么撩啊 你不能玩我们呀 谁玩谁呀 咱好好撩一个啊 好好撩一个 一 二 三 是特别好看吗 其实啊 要的就是这个动作 但是我挺失望的 我挺失望的 我本以为录个节目 咱们能穿点那个新的衣裳 具足给咱们这个衣裳 我觉得挺好的 还特意弄一造型 结果又穿一大褂 师哥 就您这个长相 什么造型都救不了您 您这毛病不出在大块上 我希望你跟我说话注意点 毕竟我是新继任的 手艺客栈的演出部经理 吃心妄想 谁就通知您 就当这手艺客栈的经理了 小弟弟 我还说我是手艺客栈的 二位 二位 弟弟弟累了 跟哥哥说话 对不懂得千让 我听明白的意思了 大家都挺想替代 孟和唐这个角色的 是 这叫什么玩意儿 那既然你们要想当这个经理 我觉得可以评一评选一选 我现在要考验一下大家了 考 这个就冲你们啊 不愿意穿大褂这个心情 我觉得你们就不配当这个经理 大褂怎么了 大褂怎么了 那个胖子 我就穿大褂的时候最自信 他说你 谁 你 说你要点脸 哥哥 大褂真的很好看 对呀 但也不一定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怎么说 壮山不可怕 是 谁瞅谁害怕 没刺 你知道吗 说谁瞅呢 说谁瞅呢 就是你好看是不是 是不是就你好看 是不是 你这人怎么说风就风 谁 拿着我 哥哥 罢 你罢罢罢罢 罢